一般来说,大部分人认为中年女人经历了生活的沉淀和岁月的洗礼,心思早就不如女孩那般天真烂漫,自然也不是三两句情话就能骗到手的了,他们对待感情更加谨慎。 由此许多男人在追求中年女人时,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但其实,女人的年龄虽然到了中年,但是她们的内心也是有小女孩的情节的,那些已经步入中年的女人,最喜欢男人的这些姿势,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变心是本能,忠诚是选择,很开心你能来,不遗憾你走开。 大家好,欢迎收看《心灵奇旅》。 一,中年女人最喜欢的四个姿势,零腰,抚摸头发。 这样的动作也是男女之间特别亲密的时候才会有的。 有的时候,男人不要觉得这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对于女人来说,这个动作能够让她觉得特别的舒服。 感受到你的爱意,觉得安心。 零二,经常牵她的手。 即使在大庭广众,也不要让她的手空着,毕竟细微之处见真情,食指连心,自古都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说法。 你所营造出来的浪漫能让女人的心彻底融化,至于被你倾倒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零三,经常把对方抱在怀里。 如果一个男人特别爱一个女人的话,他会从他的行为方式上表达出来。 有的时候,男人经常把女人抱在怀里,会让女人觉得男人对自己有特别的保护,也会让女人有一种安全感。 零四,舍得为她花钱。 对于女人,男人一定要大方,一定要舍得为她花钱。 女人很看重这个男人到底舍得为她花多少钱,给她买多贵重的东西,因为她认为这就代表她在你心目中的分量到底有多重,你只给她买廉价的东西。 她就会认为她在你心目中也是如此的廉价。 二,男人学会这样爱女人,灵妖注重仪式感,制造惊喜和浪漫。 女人,即使能力有限,可她依旧会渴望心爱的男人,能给予自己足够的仪式感和安全感。 不管是重大的节日,还是平时,她都会希望男人能多多制造惊喜和浪漫。 而男人能这样满足女人的小心思,也是爱她的表现。 即使你条件再差,只要你愿意给予女人这些东西,她也会愿意跟着你一辈子,不会舍得离开你。 毕竟一个男人,懂得惊喜和浪漫,会让女人少吃很多苦。 一个懂得制造惊喜和浪漫的男人,内心必定很柔软。 因为他会从女人的内心和感受出发,不管事事如何变化,而他始终会第一时间满足女人的愿望。 02.对女人的家人朋友爱乌即乌。 对于女人来说,男人爱自己还不够,还要爱自己的父母、家人和朋友。 因为只有男人心甘情愿去爱自己的父母,这才足以表明男人的真心和诚意。 有些男人很爱女人,可他却极力排斥女人的家人朋友。 一边是爱人,一边是家人朋友,这会让女人十分为难。 爱一个人,就得爱他的一切,包括他的父母、家人。 如果男人做不到这一点,女人会变得特别失望。 而当你做到了这一点,女人会特别惊喜。 因为男人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决定,虽然他做得并不够完美,但这不影响男人的爱。 所以,男人想要获得女人的真心,你就必须要学会爱乌即乌。 03.在外人面前满足女人的虚荣心和面子。 男人好面子,女人也要好面子。 在外人面前,女人也想着让别人羡慕自己。 所以,不管在任何时候,男人都要懂得摸透女人的心思。 你满足了女人的虚荣心和面子,而反过来女人也会这样对待你。 女人的虚荣心和面子得到了大大地满足后,她会心甘情愿留在你身边。 因为她觉得你是真的爱她,所以她愿意留下来,舍不得离开。 但也有一些男人,他们不会轻易妥协,认为女人在外人面前就该满足自己的面子。 如此大男人主义的男人,多半都无法得到女人的真心。 因为女人看不到你爱她的表现和行动。 所以,男人要想赢得女人的欢心,别只会用嘴巴说,而是要用行动去表达。 三,拿下一个中年女人,主动给三个东西,就足够了。 沐昕曾经说过,爱情亦三种境界尔。 少年出乎好奇,青年在于审美。 中年归向求和,老之将至,义无反顾。 在各个年龄阶段,女人们对于爱情的态度都有所不同,内心的情感需求也不尽相同。 年少时,对爱情充满了好奇与渴望,都希望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白马王子。 在这个阶段,大多数女孩更看重的是男人的外在形象,长得好看又有才华的男人,可能轻轻松松就能够吸引女人的注意力。 而到了中年时期,女人们的择偶标准就不再那么简单,肤浅了,她们更注重的是男人能不能给她想要的安稳生活。 中年女人经历过岁月的沧桑,在思想上明显会比年少时成熟很多, 所以,她们不可能因为男人的几句甜言蜜语就心软地答应对方的追求。 想要拿下一个中年女人,你还得多费点功夫,不要把这个过程想得太简单。 还有人说,谈恋爱。 女人都在等男人来追。 如果男人不来追,不论心里爱她有几分,也终究是无果。 在谈恋爱这方面,男人若是不肯主动一点的话,是很难得到想要的幸福的。 有些男人就是太要面子了,明明心里喜欢得要紧,嘴上就是不肯承认,从来不主动去向对方示好, 总等着女人来主动靠近她,这样爱一个人的方式,只会把女人推得越来越远。 好面子也要有个度,如果总是不愿意主动进攻,早晚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尤其是追中年女人的时候,你更需要多主动一点,否则你是很难打动她的心的。 当然,光靠主动还远远不够,最重要的是你得掌握一定的技巧套路,这样才能大大的提高你的效率。 男人一定要记住,别总是把你用来追求年轻女孩的那套方法,用在追中年女人上。 这样是不管用的,年轻女孩心思单纯些,很容易被你的几句甜言蜜语打动,但是中年女人不一样,甜言蜜语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礼物和鲜花也是不走心的敷衍之举。 或许有男人会说了,那中年女人的心思也太难猜了,与其处处碰壁,还不如静而远之。 但其实,中年女人的心思并不复杂,想成功拿下她,主动给她三个东西,就足够了。 灵妖,给她足够多的陪伴。 若想成功拿下一个中年女人,你一定要给她足够多的陪伴。 女人到了中年时期,就更容易变得非常敏感,一个人的时候常常喜欢胡思乱想。 可能经历过很多事后,她内心更缺乏安全感,总是觉得你不够爱她,甚至会经常疑神疑鬼,总误会你喜欢上其他女人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你更应该多陪陪她。 给予她温暖,一点一点地弥补她内心缺乏的安全感。 在她心情不好的时候,在她遇到挫折的时候,你都应该陪在她身边,让她知道,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她遇到再大的困难,都会有一个人默默地支持着她。 时间一长,她自然而然会更加信任你,愿意把自己托付给你。 零二,给她足够多的关心。 有的女人虽然嘴上不说,但她心里是非常希望男人能够多关心关心她的,一句暖心的问候,胜过任何一句情话。 中年女人不像年轻女孩,她们大多都不喜欢逆人的情话,她们更希望看到男人能用实际行动来证明对她的爱。 所以,如果你想拿下一个中年女人,就一定要多主动去关心她,多关心她,才能让她知道你是真的在意她,而不是只是一时兴起。 在她生病时,尽量主动抽出时间在她身边照顾她,而不是单纯地嘱咐她多喝热水,在她出差时,主动打电话让她注意安全,注意不要熬夜,而不是对她的状况不闻不问。 你要知道,这一句句看似平凡普通的话,其实在女人的心里分量极重,听到你这些暖心的问候,她心里一定会喜滋滋的。 凌三,给她足够多的私人空间。 追中年女人千万不能操之过急,你把她逼得越紧,她就对你越反感。 在爱情里,两个人之间保持一定适当的距离,感情才能维持得更长久,距离太近,新鲜感很容易耗尽。 所以,一定要多给她一点私人空间,不要总是什么事情都去插手,也不要总是跟在她身后转, 更不要霸道地把她绑在你身边,不允许她离开你的视线范围。 这样的行为只会增强她对你的抵触心理。 事实上,足够的距离能给彼此增添一些神秘感,既能不断地挖掘女人不一样的一面, 也能让你自己持续不断地对女人产生吸引力。 男人要想拿下一个中年女人,千万不要使用礼物鲜花那种年轻女孩才会喜欢的公式。 你要做的是主动给她足够多的陪伴,足够多的关心,足够多的私人空间。 追求中年女人,你一定要多去了解她,读懂她的心理需求, 最重要的是给她足够的安全感。 大多数中年女人最在意的,其实就是男人是不是真心爱她的。 所以你只要多一点耐心,在她最需要的时候多陪陪她, 她一定会越来越信赖你的。 人到中年的女人,看似对另一半的要求很高, 但其实只要你让她看到你,她是可靠的一面。 让她觉得你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 她就会对你毫无保留。 夫妻之间,最起码的要求是要坦诚相待,保持忠诚。 毕竟谁都不想遭遇另一半的背叛,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 再加上生活的压力以及夫妻矛盾的不断升级, 很多人就会背着另一半,在外面有了婚外情。 而当女人偷过人之后,即便是在刻意地隐瞒, 身上也总会有这些痕迹, 男人可以凭借着这些痕迹去判断。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变心是本能,忠诚是选择, 很开心你能来,不遗憾你走开。 大家好,欢迎收看《心灵奇旅》。 依女人偷过人后,身上会有这几处痕迹, 怎么擦也擦不掉。 虽然大家都在祈祷自己能够找到一个忠于自己一辈子的那个人, 可是事事难料。 当我们一旦得知对方背叛了自己, 在心理和生理上都会给自己带来莫大的折磨和痛苦。 其实,女方大部分都是忠于感情的, 调查显示,男人出轨率要高于女方, 但是这并不代表女人不会出轨。 相反,一旦女人出轨了, 这几种状况会愈加明显, 怎么也掩盖不了。 01,眼睛上的痕迹。 当女人偷了人之后, 她们肯定不希望这件事被自己的丈夫知道, 然而自己又暂时想不到天衣无缝的理由来打消丈夫的质疑, 所以,她们只能用逃避的方式来躲避丈夫的追问。 而这其中,排在首位的, 就是眼睛上的躲避。 当你问起女人这段时间在做什么的时候, 她们因为没有想好理由, 而支支吾吾, 此时,她们的眼睛也会游离到别处, 根本不敢和你对视。 因为她们内心有愧, 生怕你从她们的眼睛中看出端倪。 所以,她们会尽量地不去与你对视。 眼神的恍惚亦是心虚的一种表现。 所以,当你发现妻子不敢与你对视, 而且眼神还会忍不住地看向别处时, 心中就得有数了。 02,嘴巴上的痕迹。 当女人有事瞒着你, 她们因为不想让你知道, 只能用事先想好的借口去敷衍你。 但是这个借口往往是经不起推敲的, 其中有很大的漏洞, 当你发现这个漏洞的时候, 会去和女人去证实, 而女人为了修补自己话里缺漏, 只能用另外一个谎话去弥补。 于是乎, 这就形成了一种循环, 谎话连篇, 但又漏洞百出。 如果女人所说的, 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 那种肯定的语气, 很容易让自己所信服。 同样, 如果她在说话, 语气也是那种不确定的, 而且说话的内容也是经不起推敲, 那就说明她有问题了。 所以, 偷过人的女人, 嘴巴上的痕迹是抹不掉的。 03, 肢体动作上的痕迹。 如果一个人是说谎的状态, 除了眼神与语气之外, 还有一个很容易让人忽视的地方, 那就是她的肢体动作。 当女人偷过人之后, 面对丈夫的质问, 他们大都会说一些谎话来掩饰自己。 女人说的话很少有人能够在短期内分出真假, 但是她说话时的肢体动作能够从侧面反映出 她到底有没有事情瞒着你。 比如, 她抖动的肩膀, 无意识纠缠在一起的小手, 甚至于脑袋不自觉的摇晃, 这些都是她有事瞒着你最好的阵营。 这些举动, 对于女人来说, 是无意识的, 但正是这些无意识的肢体动作, 说明了她有事瞒着你。 04在家永远心不在焉, 甚至精神恍惚。 在家庭中, 大部分女人要承担起家庭的各种琐碎的事情, 比如做饭, 收拾家务, 照顾孩子等。 没有出轨的女人可以事无巨细, 把自己的家庭经营得很好, 因为她们热爱生活, 且有相爱的人作伴。 所以可以把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都处理得很精致, 她们会在饭菜上做装饰达到美观的效果, 会时不时为家庭添置一些精致的小玩意起到温馨家庭的作用。 但是一旦她们出了轨, 一切都会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她们开始变得对自己的家庭失去兴趣, 不愿意为家庭付出, 甚至懒得去收拾打理家庭。 对老公也是心不在焉, 只会在有事情的时候才进行交流, 平时两个人虽然在一起, 但也像是异地恋一样, 各自紧锁房门。 她们会对原来所有的一切失去兴趣, 会讨厌自己为这个家庭做的一切事情。 对于人, 也是失去了感情。 05.歇斯底里的发脾气, 因为出轨了, 自己的感情分流出去给了别人, 所以对于家庭里的成员就缺少了爱。 既然不爱了, 就会产生对比, 一旦你在她眼里所做的一切事情, 在她看来都不及那个出轨对象的时候, 她的脾气自然也就上来了。 因为不爱, 所以对你没了之前的耐心和包容, 哪怕你只是出现一点小错误, 她也会歇斯底里地去发一通脾气。 感情就是这样, 爱着的时候, 你做什么都可以被原谅, 因为爱可以无限缩小你所犯的过错。 相应的, 一旦不爱了, 你所犯的过错再小, 也会因为没了宽容而被无限放大。 这就是爱情的可敬和不爱的可怕之处。 06.突然变得更喜欢打扮自己, 因为婚后回归现实, 可能出于工作和家庭的繁忙。 她很少有机会精致地打扮自己, 但是一旦出了轨, 她会突然变得特别在意自己的妆容。 化妆品变多, 衣服款式也变得前卫。 不是说喜欢打扮自己就是出轨, 而是有些人会因为出轨而变得喜欢打扮自己。 这个前后顺序, 大家要分清楚。 女为悦己者容, 古人是不会欺骗后人的。 因为有了对比, 她会突然嫌弃你的审美, 嫌弃你的衣着或者懒散。 此时她的眼里尽是心里的那个人, 你所做的一切都会遭到她的嫌弃。 二, 女人出轨要不要原谅她? 这几点就可以让你抉择。 那么女人出轨该不该原谅呢? 其实, 这已经不是该不该原谅的问题了。 如果说女人一旦出轨了, 那你是很难再让她重新回归家庭的。 甚至有些女人, 即使自己的老公为了孩子, 为了家庭, 选择了原谅她。 但是她还是会选择离婚, 哪怕背负着骂名也在所不惜。 很多男人在面对另一半的背叛时, 内心深处都会经历无数次, 是彻底断开还是原谅的挣扎。 那么哪种情况下该原谅她们, 哪种情况下又不该原谅呢? 总结了以下几种情况, 供大家参考。 第一种, 只是出轨一次就被发现了, 或者只是精神上的出轨, 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关系。 这种出轨的女人是可以原谅的。 毕竟每个人都有犯错犯糊涂的时候, 不能因为对方意识的失足, 而耿耿于怀死抓不放。 只要她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主动认错, 自我检讨, 保证不会再有下一次, 就可以了。 并且, 她若是真心悔改的话, 还会因为这次犯错给你带来的伤害而愧疚, 从而, 往后余生对你更加真心。 这时候应该给她一次信任的机会。 选择原谅她, 毕竟她也是你曾经深爱过的女人, 只要她真心悔改, 这种是值得原谅的。 第二种, 出轨多次, 但是, 放不下家庭和孩子, 也愿意改过自新, 既然她放不下家庭和孩子, 说明她对家庭还是有感情的。 这个情况也是可以原谅的, 她只是因为一时尝到了出轨带来的刺激而深陷其中。 为了子女考虑, 为了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 哪怕两个人和好了有隔阂, 也要选择原谅她。 毕竟, 不管孩子跟着哪一方, 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 所以, 为了孩子, 不能只顾自己的感受。 这种虽说可以原谅, 但是, 也要她保证和对方彻底的两个人, 不要再犯。 不过这种虽然能够和好, 但是还是会有隔阂, 毕竟背叛带来的精神伤害已经无法改变了, 只能努力地去尝试, 慢慢试着去接纳对方。 第三种, 出轨走心, 沉迷于欲望, 无法自拔, 屡错屡犯死不悔改的, 这种女人是不值得原谅的, 原谅她就是等于放纵她。 这一类出轨的女人, 她的心早已经不属于你了, 不管你原谅她多少次, 她还是会再犯的。 对于她而言, 早已失去了对家庭应有的责任, 只有外面的世界才能够满足她的欲望。 不管你是为了孩子考虑, 还是为父母考虑, 这种女人就算你选择信任她, 原谅她, 她还是会再次辜负你的期望, 狠狠地再次伤害你。 在她眼中, 孩子父母和你都已经不重要了, 这种女人是最自私最没有责任心的, 就算她暂时不出轨, 时间久了, 过了这个风口, 她还是会重蹈覆辙继续出轨的。 这种女人, 不管你对她还有没有感情, 都不要去原谅她, 应该和她早点做了断。 综上几点, 为了家庭子女, 就给她一次改过的机会, 至于她能不能把握这次机会, 完全取决于她, 至少你自己能做到问心无愧了。 不管婚姻中哪一方出轨, 都是大家不想看到的。 有时候如果发现对方出轨了, 不要急着先从对方找原因, 有时候可能是因为自己。 女人要的是陪伴和理解, 而不是一味地为家庭默默付出, 却得不到家庭的认可。 可能就是长时间地不交流, 不理解, 把所有的家庭琐事都理所应当地交给她去做, 日积月累的, 她可能就会出轨。 所以男人平常还是需要多给女人一点关爱。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